树人不是借不了酒,而是借不了朋友树,酒可以让你清醒,也可以饿你烂醉,可以留下千古美谈,也可以留下千古憾事,人生离不开它,还不能借它,你每借酒就是借朋友。 很多人说,人可以戒烟,但不能戒酒,戒烟是戒自己,戒酒是戒朋友,是想在朋友聚会的场合,你可以不吸烟,但绝对不可以不喝酒,不吸烟你依旧可以豪情万丈,不喝酒你就没有话语权,人家谈笑风声,你只有尴尬的坐着,酒风之几千非少,在这五欲横流的时代,没有酒, 岂不就少了许多朋友,庆幸有几个知心的好友,可以在写霞之时,或两人结霸,或三五好友,倒上酒,或小卓,或好饮,举杯退展,依旧交心,或想西日时光,畅谈人生百态,从无话可说到无话不说,而这样的情谊,恰似白酒番强劲浓烈,啤酒般酣畅淋漓,烘酒吧富裕醇香,酒, 是一种境界,酒,本身就是一个知己,酒在人心,杯水能醉人,人在酒中,难得一见性中真,酒是刚柔并济的调和物,知小人如同知小酒,表面的度数,衡量不出真实的感情, 中国古人将酒的作用归类为三类,酒以治病,酒以养老,酒以成礼,几千年来,酒的作用关不限于此三条,起码还包括,酒以成欢,酒以忘忧,酒以壮胆,酒也使人成年,坠落,伤身败体,正所谓酒是抒情物,却也醉无情,喝酒是一种流行, 有朋友请喝酒是一种荣耀,人们在饮酒的过程中,能够得到愉悦快感,能够得到心灵的安慰,一个人喝醉了,不是他的身体醉了,是他的心醉了,醉过方之酒浓,爱过才之情深,人生一世,一定要懂得爱,又喝醉过,这样的人生才完美,一个从没醉过的人, 不会懂得什么是酒中境界,酒,要醉着流露出更为真实的自我,入座前冰冰有礼,握手寒暄,酒至三分,立即大破平静的举念,人的本色一暴露无遗,酒醒后,依然寒深如故,似乎醉酒的记忆,已成空白,人生就如一杯酝酿的酒,时间愈长愈相纯,生活中,每个人都活在酒里,或自真自饮, 或公愁交错,把酒问清天,不知酿几年,生活的酒,不是随意而真的,醉酒当歌,人生几何,人生的酒,不是随时可尝到,以杯酒对于人来说,以为着很多,面怀过去的失败,需要酒,燃起新的希望,也需要酒,重温爱情的甜蜜,友情的尊贵,都需要酒,酒,或许不是一种生理需要, 更多的是心理的一种需求,酒到悲甘,来者不惧的人,豪放,贫贫相劝,就是滴酒不沾的人,不解风情,喝得不多,却爱装醉的人,聪明,老想惯罪别人的人,狡猾,不该醉时偏醉的人,太容易动感情,该醉时偏不醉的人,冷静,再得一时蒙喝酒的人, 为冷内热,各性及情感,一如沉默的火山,不发则疑,一发惊人,只有失忆时才喝酒的人,脆弱,人生的一时尽欢,莫失金尊空对月,明月几时有,八九问青天,立白,陶渊明,苏氏,陆游,六宗元,乌不是在试图失忆后,与失酒为罢,追求自由,人生就是这样, 对于爱酒之人来说,朋友一样的酒,以及美酒一样的朋友,缺一不可,美酒良有,你若愿意等待,岁月中不负你,来,喝杯好酒,做个朋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